提起乒乓球 国人最熟悉的就是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刘国良 作为国拼最著名的少帅 刘国良早已家喻不晓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刘国良的哥哥刘国栋也是一位乒乓名将的 刘国栋和刘国良出生在河南新乡的一个乒乓世家 作为乒乓球教练的父亲 从小就为他们严格制定了训练计划 只为完成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世界冠军的梦想 从他们的名字去自栋梁二字就能看出 老父亲望子成龙的亲切 为了从小培养两人对于比赛的求胜心 刘父还有一套独特的奖罚措施 在奖励方面 打球赢的吃点心 输的吃点心末 刚开始打球的那两年 身为哥哥的刘国栋自然要赢得多一点 心疼弟弟的他也会给弟弟留下一两块 而在惩罚方面呢 当兄弟俩训练任务不能圆满完成时 刘父自然也不会心思手软 然而同样都是犯了错误 但挨打的却一直都是刘国栋 只因国良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调皮捣蛋的他每次在老爹要动手时 就绕着球台跑 跑两圈父亲的气也就消了 刘国动则不同 他直接躺平 就这样性格迥异的兄弟俩 在父亲的吸星教导下 先后打进了省队 并且包揽了省内每次比赛的关亚军 而在这个时候 刘国良在乒乓球的惊人天赋 逐渐展现了出来 于是天赋一禀的他 比哥哥早一年进入了八一队 也就是这一年的时间 让曾经一直都在比赛中 占上风的刘国栋 再也打不过刘国良 此时的刘国栋 对于教练的重要性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虽然凭借着自己的执着与努力 刘国栋也打进了八一队 但是技术上的定型 以及年龄上的劣势 让他已经无法和成为 国家队主力的弟弟刘国良 同日而语了 眼看着自己已经无法实现内心的梦想 刘国栋只能选择暗人退役 本以为自己将永远告别乒乓球 但是内心那份对乒乓球 难以割舍的热爱 让他终究还是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也就是这个决定 为他日后成为刘国良的死敌 买家了伏笔 他是刘国良的亲哥哥 为刘国良放弃自己的乒乓球生涯 他是马龙的寿野恩师 带领俱乐部两夺拼超联赛冠军 但他却因为刘国良 连国内都混不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心中那份热爱 刘国栋终究还是选择回到了国家队 但他的身份不再是队员 而是女拼的陪练 此时他的弟弟刘国良 已经是蔡振华的头号弟子 并且成功入选了 43000世拼赛团体赛的阵容 在拼台也算是小有名气 因此刘国良对于哥哥这个决定 很是没面子 而刘国栋自己也觉得没面子 只因陪练这个角色 说的难听点 就是纯为他人做嫁衣 就算陪练的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 那也是教练的功劳 陪练的名字没有人会记得 但即使如此 刘国栋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而他的原因除了能够更加方便的照顾 经常外出打比赛的弟弟 还有内心那份对乒乓球教练 这个职务的渴望 当年因为晚近一年发一队 就被刘国良远远甩在身后的他 对于教练的重要性 有了深刻的认知 既然无法在当局员时 完成自己世界冠军的梦想 那就立志成为一名 能够为中国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吧 于是他在做陪练的时候 仔细观摩教练如何训练运动员 并且平时在做陪练的时候 也会经常帮女队员纠错 一来二去倒也积累了很多做教练的经验 功夫不顾有些人 在做了几年培练后 刘国栋获得了到日本执教的机会 再积累了足够的执教经验 刘国栋便有了回国组建乒乓球俱乐部的想法 而与此同时 弟弟刘国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大棒一彩 一举获得两块金牌 名利双书的他也是十分支持 哥哥的事业出钱出力 终于在2000年 刘国栋的北京国良乒乓球俱乐部 在父母和弟弟的帮扶下建立起来 从此真正踏上了自己的执教生涯 多年的执教经验 终于在此时换来了胜利的果实 在刘国栋的带领下 他的俱乐部两夺拼抄连赛的冠军 而在多年自费以学员的身份 进入国家队教练组 跟随国家队南征北战的他 此时的执教水平早已达到国家队的水准 但是他却始终进不了国家队 只因在这个时候 刘国栋成为了国家队的主教练 尽管刘国栋有着真才实觉 但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的弟弟任人为亲 他再次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今次总会发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刘国栋接到了来自新加坡的邀请函 新加坡拼携早就看中了刘国栋的才能 于是想要让他执掌新加坡乒乓球队 而此时的刘国栋为了证明 没有自己弟弟的帮助 自己照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工资待遇都没谈 就毅然冲然远赴新加坡 而这一去 竟让他成为了当时国拼最大的四敌